一個Listener 也就是說他不會自動幫你產生那個事件 那以後的話無論什麼啦 反正你那個事件你要自己去創 那怎麼創喔 特別注意喔 那你們剛剛是自己貼上 如果你不自己貼上怎麼做 很簡單嘛 就是建立事件下面我習慣是 一 其實這個註解自己打上 兩個斜線就註解 宣告 二 連結 三 建立事件 建立事件怎麼建立 一般都是這樣 他原來是這樣子 沒有東西 那你要怎麼產生喔 特別是電 很多東西不用10倍的 你只要有觀念 你要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Listener 就好像說 你找一個人幫你去巡邏一下 那個按鈕到底有沒有人按 好 那你要怎麼找 set 打一個set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就打一個set 不用說4倍 你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點一下 打一個set o 有沒有發現他會跳到set unclick listener 這個意思就是說什麼 unclick 就是事件名稱嘛 Listener 就是什麼 去幫你巡邏的那個東西 那個物件 好 那個物件呢 現在存不存在 當然不存在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給他點兩下 再來之後的話 這裡面你必須要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 因為那個Listener 這個要 因為我們用匿名物件 匿名物件的方法 不用重新宣告 我們new一個 Listener 這個Listener 就是在記憶體裡面配置一個view view的話就是好像有點在那個我們click那邊建一個界面 這個界面點下去 會有一個什麼unclick 把它點兩下 那 有一個小瓜糊是傳遞參數 後面呢 因為當click之後 我需要做什麼 所以做什麼的話 需要一個大瓜糊 然後 特別是你打了大瓜糊之後有沒有 他前面就會產生這種 錯誤 為什麼 只要看到 有大瓜糊 在java裡面的意思就是 要去實做 實做 可是你現在沒有實做 所以怎麼辦呢 他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有事情要做啊 因為點下去 再來你要告訴我要做什麼事啊 所以你不知道對不對 沒關係 游標放上去 按下 alt 加enter 他會出現什麼 implement 就是你要不要把那個實做 我自動幫你產生啊 當然要啊 我如果要自己打那些東西一定會打錯 不是一定會打 容易打錯 所以 記得 al一下enter implement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完成哪一個mancer 哪一個方法 當然就是說 當unclick 那你去幫我執行unclick的方法 所以這邊有個unclick 幫你自動產生的一個方法 點兩下 或者ok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時候不見了 會幫你產生什麼 一個方法 當點下去之後 他就會自動幫你去執行unclick哦 ok 那也就是說點下去之後你要做什麼 把上面的字 改成什麼 0 按一下按鈕 對不對 那怎麼改變 因為這個時候的主控權 那個textview是給誰 是給那個 T01嘛 所以 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翻譯把ID嘛 T01 點 set 什麼呢 set test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打一個T01 點下去 不用背 test set t 這邊都有了 點兩下 裡面做什麼呢 你就打一個 0 按一下按鈕 請唱號 這樣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很多東西都是一行一行慢慢call的啦 因為我擔心各位應該會call錯 所以我就先打好放那邊 按你就自己貼上去 但是 回家有時間 全部delete掉 重新來過 如果你可以做到 而且沒有做錯 那恭喜你 你應該慢慢的會越來越進入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東西如果你沒有自己動手做 你一定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像我以前剛開始也是一樣啊